Eyes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人 就是在那个那个 那个叫银什么广场 阴时光厂 对 阴时光厂 那个大空地上 然后在那坐着 坐着正好看见我 他走得很快 走过去 然后我就赶紧上去 然后呢 然后就跟他说 认识一下 他当时在干嘛 他当时应该是要去洗头 但他穿得很严实 我那时候感觉 他可能就长得 普普通通 主要是他背上有根树线 我很感兴趣 那是干嘛用的 什么背上的树线 他背上纹了一根树线 是吧 就纹身从他的脊椎 一直往下 上面是个月亮 然后呢 你就认识了 对 我对这个 有身上有不明图案的女生 很感兴趣 有纹身的你喜欢 不是 有这种很奇怪纹身的 很喜欢 她的指向 指向不知道 她的终点不知道 但我看到了很急 就为什么喜欢 因为我想一探究竟 然后就加了个微信 然后认识了 然后当天 正好她那个 我认识她当天 她的第二天 她正好要去周边 成都周边去玩 然后正好当晚不就可以约出来 发生点什么 对 然后我约 我约她出来之后 我俩 我俩在那个欧城家看了个电影 喝了点小酒 但是待了两个多小时 她就走了 她为什么走了 因为 她第二天她要起得很早 然后呢 那时候她对我没什么兴趣 我觉得是 我俩手也没钱 就是最后送别的时候 拥抱了一下 不过奠定了一定的安全感 然后后来她就看完电影就回去了 对 看完电影她就自己走了 就很理所的就走了 然后她就去旅游了 对 我看你们在她去旅游的这几天 你跟她聊的其实也不是很多 是的 因为对于这样女生的话 聊太多其实也没什么用 因为你知道你也不缺 不缺是一方面 就跟她聊太多 她反倒也可能会觉得烦 因为这种她周围也很多男的 因为你也不知道跟谁去的是吧 确实 我觉得你有一个地方呢 聊的还挺精妙的 你问她明天几点到成都 然后呢她说她问你是不是要去接她 然后呢你就马上说 你说看时间 然后你就说祝你 祝我这儿可以的 然后呢这个女孩子说 祝你那儿就不太好吧 你为什么会就是 其实你们之前关系 其实也没有到那么近 但是你这个时候突然来一局 突然来一局 这个明天几点到成都 祝我这儿也是可以的 你这一句话是做一个怎么样的考 就考虑 考虑是吧 因为我是结合了她之前的讯息 你看啊 她那个首先 我在那个 我在给她发了那个消息 两个男人收拾卫生 然后我说就你跑快快 她发了个夜的表情 说明她的 她对于昨晚的 其实昨晚她其实反应还挺好的 然后呢 你看她在旅游的时候 她又给我发了一个消息 我要提前回去了 说明这个女的 她对我其实是有一定好感的 就是包括她之前的讯息 其中还有个很重要的 她在那个问我说 她是24号回生 还是25号回生 所以呢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她在问我 问我说 她接下来行程怎么安排 说明说 她对我的兴趣非常大 然后呢 我才会说出接下来的话 她甚至于是让你来 安排她的行程 对 对 然后 预留出时间 后来你说25号 对 我说其实是25号 我说让她晚回来一天 对 意思说我俩可以多做一些事 其实这个时候她窗口已经有了 对 但是呢 她虽然说有窗口 但是对于这种女生来说 她说要我过来接她 那我肯定不能说 我直接就过去接她 这样子我就显得姿态很低了 所以我说 我先看看时间 然后我再加一句 你要不要住我这 你要住我这 OK 我定好闹钟 我他妈就去立刻去接你 但是她立刻她就表 她虽然你看 她拒绝的也很委婉 她说三点半到 是凌晨三点半吗 没有下午三点半 三点半 对 然后你看嘛 我那个后面说 住我这可以的 但是呢 她说三点半 住你那 就不太好吧 你看她这个旧字 她如果说 她如果住 不住你那 如果说这就直接拒绝了 但是她加了个旧字 这其实就很耐人寻味了 所以呢 我这时候我就继续嘛 我看到这个 我就说床和沙巴你先选呗 我还是继续进攻嘛 她给了一个缝 我就肯定要继续了 然后呢 但是呢 你发现她其实 她虽然 她说的其实很圆滑了 什么 所以这个我不愿意 霸装你床我也不行 所以我还是住酒店 因为我打字比较快嘛 其实她这个是连发出来的 说明她已经那时候已经想好了 我就要住酒店 我已经知道她意思了 所以呢 那时候我已经知道 虽然说我进攻了 她也给我留了缝 但是她还没有做好行李 准备住我这 对 但是我告诉她 我想你住你这 虽然说这次进攻我失败了 但这失败是有意义的 然后呢 咱们看 后面呢 我说了这个一起睡床 也行变 反正大 这其实呢 就是我在给她做的 这是用到了一个技巧 也就是在给她做一个预期 告诉说 我们可能会睡在一张床上 然后呢 其实也在调情 但是呢 很多兄弟呢 他一调情 卧槽 他就击巴就硬了 他就他妈的 他就勇往直前了 但是呢 调情很重要呢 你要收回来 你看 我说了一起睡床 反正大 但是呢 我又加了一句 三八线安排起来 告诉你说 咱俩相近如冰了 睡在一张床上 这时候女生就会想 我操 为什么你 咱俩睡一张床上 你还要弄个三八线呢 他就搞不明白什么状况了 我看到你后面的话 你还说过线就是小狗 对 我还加了一种很俏皮的感觉在里面 不会说的很僵硬 这女生她就觉得 跟你聊天就很有趣 对 加上这个聊天 有种感觉 然后后来我看到你还聊得比较好 你说这个省下酒店前 我们可以去吃三哥田螺 对呀 这就是接下进一步了 咱们OK 讲完这件事 这件事过不过无所谓 接下来咱们引出下一个话题 就咱们这个话题很可能在这里就忠实了 但是呢 咱们要为后路铺垫好 因为聊天肯定要延续下来 这一回合已经结束了 所以三个田螺 他就想什么是三个田螺 OK 这又是一家好吃的 咱们就可以去吃个三个田螺 后面聊天又给聊什么吃的呀 喝的 继续聊下去了 所以后来你就约他见面了 对 后面我就约他见面了 见面之后呢 见面之后呢 我俩在太鼓里嘛 见面之后呢 这次呢 我跟上次不一样了 上次我俩见面 我俩相见 这次见面 我就我就手直接就拉过来了 我就先把他的手拉过来 然后发现他没有明确的拒绝 我拉一下 我让我又放开了 就很咱们在与女生的相处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这种推拉 就是拉起女生手 不是他妈要在于一直拉着 他妈就占他便宜 而是在于他们测试 这个女生到底是对你什么状态 我拉起他的手 他愿意说明 这女生想跟我拉手 这下我就可以进下一关了 所以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我拉着他走去逛逛逛 让他陪我逛一逛 逛完之后呢 我就带他去吃了个火锅 你逛了些啥呢 我逛主要是我去 我自己想去化个妆 因为那 因为我最近皮肤过敏了吧 然后就是练有点邋遢 你他妈见他之前 他妈的还是一个 很朴实无华的状态 不是 我就不是很朴实 他妈很丑的状态 皮肤溃烂 对 皮肤溃烂 然后人家精心收拾了一番 然后你还让他陪你去化那个妆 对 我说跟我去私服栏 我去免费化个彩妆 这个不是很尴尬的事情吗 带着女孩子去化妆 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 是 这其实是一个很尴尬 但是呢 我觉得不尴尬 你怎么操作呢 你讲一下 就是我拉着她的手 我都说 咱们去逛逛太古里 我见她的时候 她其实被一个 那个街头访谈给拉着 真的采访 然后我来拉着 我来进太古里 我说 咱们一会去逛逛太古里 然后呢 逛太古里 她说 为什么去逛 我说 我脸烂了 你没看我今天这么丑吗 我跟你约会 我肯定要精心收拾一番 然后我就说 妈 我俊男配谅女 然后俊了之后 很崩溃 他妈不让化 你本来想去免费化个妆 对 我想体验一下 他们专业的 你是以前是去化过妆是吧 没有 我之前在那买化妆品 他说可以去化一下 然后你想去免费去蹭个妆 对 想喂之后的荒野求生做准备嘛 去蹭个 对 然后她妈去了不能化 所以我她妈就很邋遢的跟她去吃火锅 你为什么不能化呢 他因为疫情 有疫情 不让口罩 不让化 然后你就拖她去吃火锅了 对 然后你看火锅里我她妈就很丑 我操 你也是醉了 然后呢 吃火锅呢 吃火锅 吃火锅的时候 我她妈 我俩就在那吃 因为我看到你吃火锅 你为什么会选择带她去吃火锅呢 泰骨里这么多的店 泰骨里这么多店 因为吃火锅的话 那家火锅其实比较小 痛比较好吃 对 然后我正好其实我也想吃个火锅 对 正好就带她去吃了 因为其实关了其实很多店的 还是要到你女生吃点好吃的嘛 嗯 哎 想在这 再夹一夹 无香不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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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香菜很好吃耶 好不好 其实还有香油 香油不用不用不用香油 主要是香菜 香菜会让你每食物一进口的时候带着一种清新的香味 因为香菜它不就这种效果吗 所以吃起来很爽呀 我之前减脂的时候我去吃火锅 我加一堆我给我加一点点酱油 然后一堆香菜 那就可以在那吃 后来家里花生米当起 吃的很爽呀 吃清脏锅 真的是火锅 不是真的很好吃啊那样啊 爱吃香菜的跟不爱吃香菜的什么吧 我跟你说香菜还行 我那个我之前有个事 他爱吃什么 他爱吃 他爱吃那个什么 大蒜还是什么 对 就是大蒜 就是他吃饭 放着两三个蒜 吃一口掰 后面 后面吃面 吃烧烤 这个就是蒜 没有没有没有 你说错了 有山西人 山西人 山东人也爱 山西那边 山东人我没有发现自己 我有很多朋友 在山东大大半年 那我不知道 可能我遇到不一样 我认识的山东人他都吃那样 吃的很猛是吧 山西不得不说 山东的烤串都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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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的烤串好吃吗 嗯 我知道了 但是我们这个我 没有说其他的北方 我们北方的烤串都好吃 那样子 然后你跟他吃完之后呢 我跟他吃完之后呢 然后呢 我俩吃的吃完之后呢 我就带他很开心的 我说去我家喝一点 这个时候呢 酒足饭饱之后呢 就要开始喝点小酒 增进一些感情了 做一点事情了 搞点事 然后就回家了 然后就到我家 然后在我家客厅 我买了一堆的酒 你知道吗 我买了两瓶真露 一箱的空卡 强爽 然后就放在那 然后买了一堆零食 我俩就开始喝 一对一 对 就是一对一 放点优美的音乐 我俩就在一对一 开始solo了 然后呢 就只喝酒 没有 就是一开始喝酒的时候 我俩 我一开始喝酒的时候嘛 我跟他说 我俩边喝酒 我俩是不是剪刀布嘛 其实就玩一些酒场游戏 我俩喝酒的时候呢 我跟他说 咱们初到喝一口酒 加一个真心话 但这时候这个女的他就很油 你知道吗 要不然他很会 他就说 我不知道问你什么 这个时候我就很崩溃了 因为我的招打出去了 打在棉花上了 知道吗 遇到一个高手 对 遇到了个高手 但这时候 这时候我就很尴尬了 这是我怎么应对的 我就说 我就说行嘛 你看我怎么问你 你就怎么问我 对 然后我故意输了几把 我问了他很多奇怪的问题 然后这时候他就 他就有问题问了呀 你问他什么问题呢 我问他 因为刚才嘛 我在 我在跟女生相处的时候 我俩其实都是基于一些 没有 没有那种 吸引上的 所以这时候 我俩要进入了一个 私密的空间 我现在要开始聊这些话题 聊点烧是吧 对 聊点他妈的怎么 然后我就问他说 哎 你 上一次性生活什么时候呀 你最喜欢知识什么呀 你这都一晚做了多少次呀 就这些问题我就抛出去 他怎么回答呢 他他对我他 其实我从他能获取的答案啊 我其实发现他就是 对我的判断又 我对他的判断又不正确了 因为比如说我问他啊 你一晚多少次 他说一次 然后呢 我问他说他出了几个对象 然后呢 他会把他对象 经历啊 完整的一个个描述给我 这是我 我之前以为他就跟夜店那些哨嘴婆娘 其实很像 但是他其实又跟他们不像 因为你正常的 他们他们就 吐过来就吐过来 完事了 他就说哎 两三个不像他 每一人都会描述的很清楚 所以呢我 一开始我碰到这种情况 我又发现我对他的判断错误了 然后呢 然后呢 我玩了一半之后呢 我开始不了性了 因为我发现我对他判断出错误了 这个时候呢 我开始我俩聊 我俩之间的小时候成长经历了 因为我现在我更想搞清楚他什么人 我才能对阵下药 对 我俩相当于我俩前一个小时 一两个小时 就是 搞错了 打错了全打错了 然后就开始又聊小时候的经历了 成长经历 然后聊成长经历之后呢 然后呢 我又发现他大概知道他是个 对他了解更清楚吗 因为我刚之前吃火锅的时候 我是从一个朋友的角度审视他 现在我是从一个什么异性的角度审视他了 对 所以说呢 我对他了解就稍微更加清楚了一点 然后呢 然后发现他其实 他跟我 他给我透露几个信息 几个讯息嘛 第一个讯息是 他不随便跟男的发生关系 哈哈哈哈 就是他不随便是什么 对于什么样的人 他很没有兴趣的男的 他他他跟我说 他有一次他他对一个男的很有兴趣 我操他直接他就把他拿回家了 就晚上睡了 那说明什么 他对我他妈的兴趣还不是很高 他其实是个女强人性格的 对他喜欢自己他妈去猎物 对 所以说呢 我就我就开始呢 我就开始呢 我就开始 我要把自己营造成一个猎物 但我又偷偷我要去进攻他 然后呢 其中他 他说了一个点啊 我做了一件事啊 其实那件事挺有意思的 可以分享一下 他跟我说 他是一个 我俩聊聊星座嘛 因为我想了解他嘛 我后来就没怎么聊骚的话题了 他说他聊星座 然后呢 他说他是一个很注重仪式感的人 然后呢 他说他注重仪式感 我操我一听到仪式感 我就把手机拿起来 打开没头 鲜花 立刻买了花 然后半个小时后就送到了 我说我下去拿了东西 我操然后拿了一束花上来 我就耍在他面前 然后说怎么回事 我说你不喜欢仪式吗 买一朵花上来 我操你套了这么少 他就一脸默默 你知道吧 没见过 对他没有见过 对 对 因为在这朵花之前啊 我跟他最多达到牵手的程度 我亲 我尝试亲了 我到他自己就拖开 对 就反抗很剧烈 所以两个小时 就是前两个小时 我俩就摸摸手 很没有意思 对 然后呢 那书花呢 就其实是个很重要的转折 我觉得是啊 然后呢 有了那书花之后呢 然后我后面又去尝试亲他 OK 亲了他大概又要亲了三四次 我终于把他亲到了 然后这个时候 我又发现很糟糕的一件事 我那麦酒量喝不过他 哈哈哈 我那麦晕了 我那麦晕了 我操 然后我就 我这时候想嘛 我都亲完了 这时候我想的下一步了嘛 我去上厕所把灯都关了 留个暖光灯 然后过来 我就说咱们上床躺一会儿 他不上嘛 我就给他公主抱着 也抱上去了 然后他不上床了之后呢 我就上去 翻在他身子上 我就亲他 然后那麦又脱他裤子 那麦不让 不让 然后那麦反抗很强烈 我就算起 我就翻身一躺 我就不动了 拿起手机他要打车 他回家了 这个时候呢 他要回家了 对他说我要回酒店了 对 因为 因为酒已经喝的差不多了嘛 我们该聊了 什麽也聊完了 对 然后这时候他发现 我摘了要上床了 他可能没有那个 他可能觉得不够嘛 然后他就打车他要回家了 回家我很淡定 你知道吗 我就很淡定 我就可能躺着 我看他打车 然后把东西收拾好 他到门口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我看到门口的时候 他我估计 我时间估计好啊 他到门口的时候 他已经开了门要出去了 这时候我他妈赶紧 我穿了个拖鞋 我把手机塞 塞内裤里 为什么要塞内裤 我说 然后我就跟着他 我跟着他屁股后面 我就冲进电梯里 你穿了个内裤 不不 我把裤子穿了 我裤子穿了 穿了个拖鞋 然后把手机往内裤里塞 我就冲着他 跟着他进了电梯 然后就下来了 为什么我把手机塞内裤里 因为他这样就发现 因为我没有带手机你知道吗 然后呢我俩下车之后 他我发现是他车 我直接门一开 我就往里坐 我就不动了 我就不动了 我就跟着一躺 他叫我也不动 我就说司机赶紧走 赶紧走 赶紧走 然后赶紧走 他以为我可能送他回去 然后给他的车开开 开了酒店一下 一下了我赶紧开 我就他妈往酒店里走 走 赶紧上来 赶紧上来快点 然后就上来进了他房间 然后进了他酒店之后 他进了他上来了 上来进了酒店之后 我把他鞋一甩 我就往上一躺 然后被子往头上一蒙 我又又不动了 就是钻 在里面 在里面 在里面不动 然后他摸我口袋 发现我没有带手 因为我手机放内裤里 然后他说你怎么没带手机 我给你打个车 然后打错我就不应 我就不回他 然后他说 司机他一直在拍我 他说司机到了 你快点下去 然后我就不动 你算败 对我就不动 然后他说司机到了 你快点下去 我说取消吧 取消吧 三块钱取消费 我明天转给你 他说你别赶紧下去 我说你赶紧去卸妆吧 女生熬夜了 对皮肤不好 容易长痘 然后他磨了一会儿 他没有办法 他就卸妆了 卸完妆之后 他又回来 又开始搞我了 他 然后他说你快点走吧 然后我把他 我看他卸完妆了 我把他 我把他翻过来一抱 抱在那儿 我就开始亲他 我亲他 一开始亲的时候 他嘴巴 他牙齿咬了 不张开 我舌头就顶不进去 你知道吗 妈我顶不进去 我舌头都出血了 对 然后我就在亲 我只能亲嘴唇 然后再亲亲亲 然后亲了一会儿 亲了一会儿 我去脱他裤子 他那个裤子 妈不知道哪家的 妈脱不掉 我不会脱 妈很崩溃 他脱不掉 脱不掉 我就想 我边亲的时候 我边想 怎么办 他肯定不可能帮我脱 可以 算 我说 然后我亲了 然后我就想到一个办法 我就亲他脖子 我在他种了个草莓 然后我再吻他锁骨 我说 好臭 你快点 然后我往边上一躺 我说赶紧去洗澡 好臭 真的好臭 我说你好臭 赶紧去洗澡 我操 然后他 他说真的吗 我说真的好臭 我刚才种了个草莓 他妈的臭死我了 你赶紧去洗澡 然后摸 然后他手心都是汗 我就把他那个脱了点汗 我就闻 让他闻他真的有点臭 他就去自己把衣服都脱了 把那个傻逼裤子给脱了 然后他就洗澡 洗澡之后他就换了 他就换了一套睡裤 睡裤 那裤子 睡衣很好脱的 对 他换完之后他就过来了 这个时候就好办了 这个时候我他妈 我就一抱 就慢慢亲他 那裤子他妈 轻轻一脱就掉了 那他妈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然后呢 然后就 然后呢 就外鼓掌了呀 然后呢 对呀 然后就搞了他两次 然后呢 然后我就回家了 他怎么说的呢 他没怎么说呀 后来你什么时候回家 我就搞了他半个小时后吧 那你就回去了 对 你为什么不在这儿跟他睡呢 因为我还得回去 手机里很多人联系我呢 那他有后来 你怎么把手机给掏出来的呢 不是啊 我不是把头盖的被子吗 我从那股掏着我在那玩手机 对 然后玩玩就塞进去 后来他发现你手机 肯定发现了呀 他裤子一脱不就全露馅了吗 他问你为了 他问我呀 原来你手机在这儿呀 对呀 他妈的诡计多多的坏了 坏了 那就回去了 对呀 然后我就我肯定要回去啊 然后现在呢 然后来呢 那后来第二天回来 就正常约会了 他来姨妈了 我就带他去吃了三个天罗 两个人像小情侣一样 就很正常 就现在就很正常 现在什么关系呢 现在就是朋友之上恋人未满 半个恋人吧 你刚上床上你带套面了 没有 他那个时候来不及 你知道吗 你是来不及 他愿意 他愿意啊 然后你是在 你是 你泪湿了呀 没有 我是外面 他太湿了 我一下就进去了 太湿了 哈哈哈 好吧 马都不用找 如果想要学习更多的把妹技巧 可以添加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加入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